嗨 大家好 我是雨洋老师 现在在马来西亚基隆坡 城邦阅读花园 今天呢有一整天的禅修课 第一天晚上我们在 星洲日报有一个金刚经的演讲 今天呢看到星洲日报的报纸了 大家也看一下 那住在马来西亚的朋友呢 就可以去买这一份报纸来看 就知道呢我讲的内容大纲是什么 现在给大家呢看一下这一张报纸 星洲日报呢用了将近半版 来报导这一个金刚经的演讲 真的人还蛮多的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是我第一次在吉隆坡呢做收费的演讲 过去都是免费的 那现在呢有一些 场地呢需要支付一些费用 好 那这个呢就是最主要讲 雨洋居士讲解金刚经的转心四法 那么面对挫折的时候呢 要了解人生有三种业障 那我分享了一些佛陀的故事 还有呢人因执着而痛苦 好那这是 这是我在金刚经的演讲 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轻松的要做禅修 那早上呢我会教大家 如何净化呼吸 那为什么要净化自己 因为净化自己就可以接受到宇宙的能量 那我们人就是一个小宇宙 我们必须跟大宇宙连结 我们才能够有源源不绝 生生不息的力量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净化呼吸 然后学习静坐 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我也会用到一些小道具 那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讲金刚经的时候呢 我有使用到吉祥钟 我有帮大家敲吉祥钟 那今天呢我们就会用到智慧灵 那给大家看到什么是智慧灵 首先你现在看到这是吉祥钟 那一天呢很多朋友看到我敲 但是呢可能没有看得很仔细 吉祥钟呢是可以许愿的 刚刚朋友你许愿了没有呀 这是可以许愿的吉祥钟 非常的精致 从日本带回来的 那这就是智慧灵 这个呢可以让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 很快的去体会这个空性的智慧 很可爱对不对 而且声音很好听 那禅修课的时候呢 一定要点一个香 那这个是我从台湾带来的 它是一个出门用的一个香炉 就是非常的方便 然后点的时候把它盖起来 就很像 因为是竹子做的 然后再配合一个竹席 然后再配合一个 有比较特别能量元素的领摆 然后有一个舒服的场地 有一个舒服的瑜伽垫 那我们可以做一点点伸展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静坐 那至于静坐呢 当然如果你能够盘腿最好 但是这个是不勉强的 不能盘腿也一样可以静坐 也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效果 好那因为快十点了 我们的课程马上要开始 那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要去上课了 拜拜 谢谢大家